我爸杀了一辈子的肉肠虫 临死前逼着我妈发誓 以后下雨天有来借宿的人 一定不能留夜 我妈嘴上答应得好好的 但我爸一死 她就忘得干干净净了 不仅下雨天收留了一个留夜的女人 还让我哥摸黑进了女人的房间 第二天女人是扶着门框走出来的 一扭一扭的 双腿好像被粘在一起 迈不开一样 她刚出来就被我哥打横抱起来 女人一脸的惊恐 看着我哥 毛子里满是泪水 求求你了 让我回家 我看着女人咽了咽口水 她可能不知道 她这副楚楚可怜的样子 被男人看在眼里 就是致命的诱惑 果然 我哥舔了舔舌头 不顾她的哀求 一把把她扔到了床上 听着屋里的撕心裂肺的求饶声 我妈冲着地上 狠狠地吐了口口水 死妆 指不定多想呢 等我哥一脸咽足的出来后 我妈找了绳子 把女人的四肢牢牢地绑在床上 防止女人在偷跑 我有些愚心不忍 小声地说 妈 不然把绳子解了吧 你看她的手腕都泪流血了 我妈一巴掌扇我脸上 什么玩意儿 有你说话的份 她既然进了我家 就是我家的玩意儿 轮得到你在这里说三到四 我摸着瞬间肿胀起来的脸颊 瞬间闭了嘴 什么都不敢说了 晚上的时候 我哥喝得醉醺醺地回来了 身后还跟着三个大汉 我都认识 是我们村有名的流氓 平时偷鸡摸狗 不务正业 加上我哥 是我们村的四海 我心下一紧 弱弱地喊了一声歌 但是我哥看都没看我一眼 带着四个人 直冲冲地 向绑着女人的房间走去 我一咬牙 拦在门口 哥 你喝多了 我哥还没说话 我妈就一把冲出来 把我拽到一旁 打了我一顿 边打边 气喘吁吁地说 男人是天 男人们找乐子 你他妈插什么嘴 我用手捂着头 连哭待喊 连连求饶 妈 我不敢了 四个人折腾了半夜 房间里才没了动静 我爬起来 把灶上跟着的饭 给女人送了过去 推开门 就是一股刺鼻的石南花味 女人身上轻轻滋滋的 我用身上的烂衣服 把女人脸上的液体 擦了干净后 才用勺子把饭 送到女人嘴边 女人却别过了头 他看着我 人可真丑啊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 只能低下头 他突然咯咯地笑了 他说 我们家族很记仇 从来都是牙子必报 本来家里是派我来 这里的一桩式的 但是没想到 惹上了更大的恩怨 你今天给我送了一顿饭 我还你一句话 从明天开始 村里所有的肉都不要吃了 得了女人这句话 我松了口气 端着托盘出了门 第二天女人就死了 没人知道 她是怎么死的 只知道 发现她的时候 尸体帮硬帮硬的 大夏天的 冷得却像一块冰一样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总感觉女人的尸体 是勾着嘴角的 好像在笑 我妈冲着女人的尸体 吐了口口水 嘴里妈妈咧咧地说晦气 这么就死了 白瞎了她两顿饭 等她骂够了 才指使着我 把女人丢出去 我把女人背到了 阴气最重的乱荡岗 蹲下身 盯着女人的尸体 看了好一会儿 才扭头跑回了家 我到家后 我妈正拿着手腕粗的棍子 蹲在院子里等我 看到我不管三七二十一 拿起棍子 就往我身上招呼 我不敢躲 只能抱着头求饶 等她气喘吁吁地打泪了 我才抱着头 连滚带爬地回了房间 我拿着床头的石灰 在流血的地方洒了一遍 才堪堪止住了血 心伤夹杂着就痛 整个身子破败不堪 我看了都嫌弃 第二天一早 我是被尖叫声吵醒了 我一个咕噜滚了起来 跑到院子里一看 只见我家墙根的地方 堆满了密密麻麻的肉虫 根根肥胖硕大 我哥眼貌金光地看着 肉肠冲 香得累 自从爹死后 就再也没吃过了 现在这么多 发财了 我哥只派着我妈去村子里 喊人一块抓 我妈在一旁点头哈腰的 一脸讨好的出了门 没一会就把全村的青壮年 都叫了过来 平常人看到这么些肉肠冲 可能会发怵 但是我们这里穷山饿水的 没人怕这个 而且这些肉肠冲 好像格外的粘罢 不仅不咬人 甚至连洞都懒得动 好像出来就是为了被人抓一样 没一会 肉肠冲就全部被抓干净了 我妈在院子正中央架了一口大锅 大家洗洗刷刷 沙舌的沙舌 包皮的包皮 没一会就炖了满满一锅的肉虫 那味道香的人直流口水 炖好后 每个人都吃得大块朵頤 满嘴流油 我在旁边看的 一直咽口水 不过想起女人的话 愣是死咬着牙 一口没吃 不止我没吃 三叔公也没有 三叔公坐在门口的石头上 有一搭没一搭的 抽着手里的汗烟 眉头皱得死死的 我小跑到三叔公跟前 看着地上的肉 三叔公 您怎么一口都没动 三叔公是我们村里的阴阳先生 早些年 很受人敬重 后来隔壁村的胡瞎子说 三叔公是骗子 没真本事 村里的人以讹传讹 渐渐的真没什么人信他了 更甚者 还组团排挤他 三叔公这些年 过得一日不如一日 应该好久没粘过婚姓了 现在满满一碗香的 吊人舌头的肉虫摆在他面前 他竟然忍得住 三叔公叹了口气 浑浊的眼睛 死死地盯着我 现在也就你愿意听我两句话了 如果你信我的 那些肉 千万一口别动 那些蛇有古怪 这些肉也有 我总闻着 这些肉里有湿臭味 讲到这里 三叔公又冷哼了一声 总感觉自己吃定了别的东西 但是大鱼吃小鱼 小鱼吃虾米 到底谁是大鱼 谁是小鱼 到底是什么吃什么 还尚未可知啊 我手一抖 有些震惊地看着三叔公 第一次感觉 村里的人好像误会他了 第二天的时候 我们村的人全都带了肚子 隔着肚皮能看到 大肚子底下有什么东西鼓鼓囊囊的 好像要破肚而出的样子 村长的脸色惨白惨白的 硬撑着驾着牛车 去隔壁村请了狐瞎子过来 狐瞎子连连摇头 你们村沾染了鞋碎 全村都惹上大麻烦了 难搞难搞忧 如果是早些年 我还有点办法 这些年我因为泄露天气太多 遭了舞弊三缺 瞎了一只眼睛 倘若再管了你们村这事 只怕另一只眼睛也保不住了 我现在垂垂老矣 以后怕是活着也不易啊 村长是人精中的人精 一听狐瞎子的话 立马明白了他的意思 急忙召集全村的人 凑了一笔钱给了狐瞎子 狐瞎子一边摩擦着钱 一边喜笑颜开的说 罢了 看在你们村新城的份上 我便是豁出命 也要帮你们一把的 狐瞎子话说的敞亮 村里的人也都信他 但是谁都没料到 他第二天就死了 死在村里的水沟旁 被人发现的时候 已经成了一具白骨 身上缠着数不清的肉肠充 只能从衣服的边角料 可以依稀看出是他 看到狐瞎子的尸体后 村长整个人都瘫软在地上 脸煞白煞白的 完了完了 狐瞎子这么有本事的人都死了 我们 我们可怎么办啊 只能等死吗 这时候我妈眼尖地看到 色缩在角落里的我 揪着我的耳朵 你为什么没事 你肚子为什么平平的 你有什么古怪 快救你哥 不然我打死你 我妈打得我口鼻出血 村里的人都在一旁殷切地看着 就在我快要被他打死的时候 三叔公把手里的汗烟 往牛皮股上重重地磕了三下 就吓了我 他勾搂着腰说 金宝的命 是我宝的 别为难孩子了 你们身上的事 我有办法平 众人这才恍然间一起 这位风竹残年的三叔公 曾经也是九父圣名的阴阳先生啊 村长本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 让三叔公试试 如果不成功 到时候再打死我也不吃 三叔公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然后用刀划破自己胳膊 放满满一碗血 又把血稀释兑水 给村里每个人一口 三叔公惨白着脸说 我身负到家正气 我的血可以暂时压制这些血碎 众人将信将疑地喝下血水后 肚子立马恢复了平常 村里的人态度和刚才判若两人 纷纷恭维着三叔公 三叔公却皱着眉 白白手说 这是 现在还不算玩 晚上 夜深人静 我趁所有人都睡着后 跑到了三叔公家 三叔公看到我 变了脸色 惊魂未定地把我扯进他家 你怎么来了 你知不知道 这两天村里不太平 你大晚上出门 想死吗 三叔公虽然是斥责的语气 但是却听得我暖暖的 我鼻子一酸 把平时传的锅底灰递给他 三叔公 我今天看你的胳膊流血了 你用这个止血 很快的 三叔公先是一愣 随后也红了眼眶 摸着我的头 一连说了三个好字 我看了看万籁巨迹 被黑色笼罩的村子 犹豫了很久 还是小声地说 三叔公 不然我们走吧 这里的人都不是什么好人 你犯不着费劲巴拉地救他们 你只是暂时压制他们身上的东西 都得放一大碗血 彻底平了这事 不得要你整条命 三叔公 他们不值 三叔公叹了口气 伸出手 颤颤巍巍地摸向我的头 娃子 几百条人命 哪有你说得那么轻松 我当时出事的时候 曾跟我师父发过誓 愿以我血见轩辕 哪怕以身殉道 也在所不惜 这个村的人 虽然小恶有之 但是罪不至死 几百条人命 我不能不闻不问 而且 这是没你说得那么严重 什么死不死的 等我平了这事 就带你离开这里 以后我们四海为家 我带你去大城市看看 我还有点积蓄 到时候供你读书 我鼻子一酸 狠狠地点了点头说 以后你就是我亲爷爷 暖黄的灯光下 三叔公笑得很慈祥 他递给我一块玉佩 拿好 现在村里怨气笼罩 都人不人鬼不鬼的 你把这个拿好 关键时刻可以护你周全 还有我不在你身旁的时候 你谁都不要相信 三叔公目光灼灼地盯着我 我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 可惜 我终究没有等到那一天 三叔公一连三天 都没有解决这个事情 村子里的人 肚子又大了起来 比上次还要大 肚皮鼓鼓囊囊的 大得透明 似乎里边的东西 随时都能破肚而出 恐惧能推逝人的理智 我哥目光灼灼地 看着三叔公 三叔公 三叔公能救我们一次 就能救我们两次 三叔公都这么老了 他死了 总比我们死了强 我心中警铃大作 一马当先地挡在 三叔公身旁 我妈一把拎起我 把我狠狠地扔到一旁 我的头磕到石头上 瞬间变得昏昏沉沉的 彻底昏死前 我看到三叔公正看着我 一脸地担忧 等我醒了之后 已经是晚上了 我费劲地爬起来 只看到一个大铁锅 还有三叔公散碎的衣服 和森森白骨 我费劲扒拉地爬起来 把骨头一根根地捡起来 连带着三叔公的衣服 一起埋到了乱葬岗 埋完三叔公后 我又走到了扔女人尸体的地方 五天过去了 这具尸体 不仅一点腐烂的迹象都没有 而且更加的明艳动人 我缓缓地蹲了下来 眼睛里带着石骨的恨意 我说 现在好了 最后一个能救他们的人 也被他们杀死了 你可 千万别让我失望啊 村长连夜去城里 找了个有大本事的人 一脸骄傲地说 这是石方 别看人年轻 本事可搭着力 石方没搭理村长 四下环顾了一圈 然后把目光定格在我身上 死死地盯着我 看得我有些发怵的 缩了缩脖子 好在 很快 石方一开了视线 她看向村长 这件事 不是只有赤蛇那么简单 你们村里 最近有死过人吗 女的 我妈连忙挤了出来 点头嗨腰地说 前几天 我家来了个外地的姑娘 死了 不知道跟这件事有没有关系 石方眉心一跳 尸体在哪 我妈一把把我从人群里拽出来 指着我 她扔的 石方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然后点了点头 让其他人都回去等消息 独独留下我 我妈走之前 还死死地掐了一下我的胳膊 在我耳边低声说 有点眼力见 让你干嘛你就干嘛 就不回你哥 我打死你 我浑身一抖 弱弱地说 我知道了 我妈这才满意地走了 带人走光后 石方看着我一脸的笃定 她说 你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心下一惊 急忙摇头否认 石方却不依不饶地说 刚才其他人身上 都怨气沸腾 唯独你干干净净的 你能解释得通吗 我还是摇头 我真不知道怎么回事 如果我知道怎么回事 我早就说了 也不会看着三叔公被人 话说到一半 我黯然地低下了头 石方却冷哼一声 小把戏罢了 倒是把你们骗得团团转的 我猛地抬起头 你什么意思 石方沉吟了半赏 然后盯着我说 阴阳先生的本事 没有你们看到的那么简单 如果不是他自己想死 就凭你们村里这些玩意儿 也能杀得了他 冷汗瞬间爬满了我全身 你是说 三叔公是自愿死的 可是 为什么呀 我再问下去 石方却什么都不肯说了 他拎着我 让我带他去乱葬岗找女人 我开始不肯 石方也不着急 他悠悠地说 是你自己带我去 还是我跟你妈说 让你妈让你带我去 想到我妈 我只能低下头 任命地往乱葬岗挪着步子 我边走边闷闷地说 我们村 没有好人的 石方却不以为意 我知道啊 那又如何 我有些诧异地看着石方 为什么你明明知道 救的是一群坏人 还是要救 石方停下步子 很认真地看着我 因为我是道士 我的使命是杀邪岁 保证阴阳邪和 至于人的好坏 不是我该管的事 我鼓着腮帮子 做事不论对错 就人不分好坏 那你也不是好人 石方突然笑了 他说 或许吧 我不是个好人 但是我绝对是个好道士 我们就这么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 到了乱葬岗 石方看到尸体的一瞬间 秃地变了脸色 这是我第一次在他脸上 看到这么凝重的神情 石方眉头皱得很紧 他说 这是 没那么简单 这个东西 不是人 我心下了然 并不觉得惊讶 石方把女人摆成大字的姿势 又从背包里拿出五颗 又粗又长的钉子 分别钉在女人的手心 脚腕 以及额头处 每钉一颗 我都能听到一声淒厉的惨叫 我吓得浑身发抖地蹲在地上 石方瞪了我一眼 捂住耳朵 别被蛊惑 我伸出手 颤颤巍巍地捂住了耳朵 也不知过了多久 石方才脸色惨白地 把我的手从我耳朵上扒了下来 石方头上冒着痘大的汗珠 气喘吁吁地说 我要下山一趟 去拿一些东西 今天晚上 我用风魂钉钉住了她的气魄 她翻不出什么风浪 但是你今天晚上 要在这里守着她 切记 别让任何人靠近她 知道吗 听到让我守着她 我吓得浑身一个机灵 结结巴巴地说 我 我有点怕 石方手掌虚浮地拍了拍我的肩 不用怕 且不说 我现在定着她 她翻不起什么花来 就单说你身上 有别人下的钩子 那个人为了自己的目的 也不会让你出事 钩子 我心下一惊 是三叔公吗 石方没有直接回答我 只是说 你把我交代你的事办好 等这件事聊聊 我就告诉你 我只能无奈地点了点头 晚上 我坐在女人的尸体旁 整个人蜷缩成一团 脑子里满是今天白天时 女人凄厉的叫声 石方虽然再三言明女人害不了我 但是万一呢 我深吸一口气 哆哆嗦嗦地对着女人的尸体说 我可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 你千万不要害我呀 我心里其实更盼望着你能成事 但是我还只是个孩子 石方非得拿阵魂钉扎你 我拦也拦不住 你别恩将仇报啊 就在我絮絮叨叨的时候 草丛里突然传出来 嘻嘻嘻嘻的声音 我当时便吓得大叫了起来 我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一脚踹到了地上 声音卡在嗓子里 戛然而止 借着月光 我看清 踹我的人是我哥 我哥瞪了我一眼 再喊 我就打死你 我吓得缩了缩脖子 立马安静了下来 我哥身上带着浓浓的酒气 身后还跟着 同样刚喝完酒的其他散害 我有些犹豫地看着我哥 哥 你怎么来了 乱葬岗 可不是什么好地方 我哥黑黑地笑着 没搭理我 只是蹲下身来 伸手去截女人的衣服 我一脸悍然地看着我哥 他是想 哥 我哑着嗓子 他已经死了 你别再折腾他了 我话还没说完 我哥就站起来 一脚把我踹到地上 他恶狠狠地看着我 再吵 我就杀了你 我立马进了声 他是真敢杀了我 我在他眼里 和阿猫阿狗实在没什么区别 我哥他们快天亮的时候才离开的 等他们走后 我走上前去整理女人的衣服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我总感觉 女人的脸色要红润了很多 甚至就连尸体上也有了些温度 难道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 石方过来了 他看到我的脸色有些苍白 随口问了我一句 昨晚上没发生什么吧 我急忙摇了摇头 没 没发生什么 石方应了我一句 然后就不再搭理我了 自顾自地走到女人旁 但他只看了女人一眼 就脸色大变 他急步走到我身旁 抓住我的手腕 然后死死地盯着我 昨天晚上 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吗 他的怨气 失气 利气 暴涨了这么多 稍有差池 你们全村的人都得死 全村人都会死吗 我摸了摸身上 还隐隐作痛的伤痕 坚定地说 没有 昨天晚上什么都没有发生 只有我一个人在这里 或许是我的表情太过坚定 石方竟然真的信了下来 他深吸了一口气 让我去村里 找一副刷红漆的桃木棺材 还特别嘱咐我 一定要让四个身强力壮的青壮年 平时看上去 心眼很好的人来抬 我点点头 心想 不是青壮年 也抬不动啊 至于要心眼好的 可能是因为 这类人身上 自带浩然正气吧 因为打着石方的名号要东西 村里的人有求必应 没一会儿 就有四个身强体壮 浑身都是肌肉快的男人 跟我上山 我们到山上的时候 石方已经把女人身子上的长钉 都取了下来 奇怪的是 又粗又长的钉子 在女人身上钉了一晚上 竟然一点痕迹都没落下 我顾不上问 石方就催促着我们 赶紧帮忙把女人装关 我心里还有些奇怪 女人就这么瘦瘦小小的一个 她自己都能装的了 犯得着 我们这么多人一起吗 但是拽住女人胳膊的一刹那 我就懂了 女人 实在是太重了 我们六个青壮年一起 才看看 把女人抬了起来 等把女人放进棺材后 我们都不约而同的 瘫软在地上 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 一个人壮着胆子 问石方 道 道长 这是宰个回事啊 这比耕地的牛还要重嘞 石方缓了缓脸色 指着女人的尸体说道 说不清为什么 这个女人身上的湿气 怨气突然暴涨 近乎凝成了实质 所以才这么重 又一个人惨白着脸 脸上带着一丝后怕的问 那这下子 把她放进棺材里 她不会再出什么事了吧 石方站起身来 摇了摇头 自然还是不够的 这就是我为什么 叫你们上来的原因了 四个人都不明所以的 看着石方 而石方在他们 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用脸划破他们的脖子 一见封喉 温热的鲜血 沾上我的皮肤 我茫然地看着石方 他们也是 脸上的茫然的神情 还没来得及收回去 就停止了呼吸 死之前 眼睛瞪得大大的 死不明目 我不可置信地看着石方 喂 为什么 你为什么 石方却不搭理我 自顾自地剖开他们 四个人的胸膛 取了满满的一碗血 又把四个人的血混在一起 放在阳光最足的地方 曝晒着 等做完这一切 石方才松了口气 擦了把头上的汗 坐到了我身旁 我微不可查地 侧了侧身子 石方瞥了我一眼 他说 你不用害怕我 我不会杀你 我闷了好一会儿 才问石方 那他们呢 你为什么要杀了他们 我们这里穷山恶水的 他们是为数不多的好人 他们惹你了吗 你为什么要杀了他们 石方深深地看着我 我杀他们实属无奈 杀他们 是为了就更多的人 我哽着脖子 谁都是爹生娘娘的 谁的命不是命 更何况 他们是好人 你杀几个好人 就是为了就一堆坏人 这就是你说得到吗 石方瞥了瞥眼睛 对 这就是我说得到 杀一人而饱百人 把生命的损耗降到最小 这就是我说得到 或许我的倒是错误的 但是你想让我认错 也要等你有能让我认错的资本 以后再说 我深深地吸了口气 我没这个本事 石方也不再搭理我 扭头去端起 在太阳的暴晒下 即将凝固成江的血 然后走到棺材旁 围着棺材的周身 都画了一圈符 做完这一切后 石方脸色苍白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让我搀扶着他下山 村长等人 早就已经在山脚下等着了 他们看到石方 阴切地围了上来 道长 怎么样了 解决了吗 石方一开口 语气里是满满的虚弱 还没有 不过 已经暂时稳下来了 我今天损耗太大 没办法再撑下去了 等明天我再去主持一下 把他埋了就行了 大家听到石方这么说 纷纷松了口气 喜笑颜开地夸着石方有本事 至于那四个人 甚至都没有一个人问一嘴 我们这里山路不好走 石方又很虚弱 再加上他又跟我最熟 所以晚上的时候 自然而然地住在了我家 夜深人静的时候 我敲响了石方的房门 石方看了我一眼 然后正惊危坐地问我 找我什么事 我深吸一口气 看着石方 你还欠我一个解释 你答应过我 要告诉我 我身上跟的人是谁 还有三叔公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说完后 石方勾了勾嘴角 你不会真的以为 这世界上有无缘无故的好吧 你跟你说的那个三叔公 宿昧平生 你也不想想 他凭什么为了救你 搭上自己的性命 桌子上烛火跳动 我悠悠地看着石方 所以你告诉我为什么 石方低下头想了一下 然后看着我 那个三叔公 有没有给你什么东西 任何东西都算 我想了一下 然后掏出口袋里的玉佩 递给了石方 石方接过玉佩 左右摆弄了两下 突然就笑了 他说 如此 这一切便都说得通了 这个玉佩 本名叫隐魂佩 是用来换魂的 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 你那个三叔公 应该是垂垂老矣 再加上受着五臂三缺的苦 所以盯上了你这副身子 又做了个局 让你心甘情愿地 带着这个玉佩 届时 玉佩的阴气 渗透到你体内 他便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 占了你这个身子 等等 我打断了石方 有些疑惑地看着他 你说三叔公犯了五臂三缺 可我看他好好的 并没有哪里不对劲 石方叹了口气 五臂三缺 并不是只有身子上的残缺 五臂是观寡孤独残 你三叔公 可曾有妻子儿女 我摇摇头 三叔公 一声畏曲 石方摸着下巴 如此便是了 他是犯了孤缺 石方说完后 我整个人犹如泄了气的皮球 瘫软在板凳上 虽然心里已经信了七八分 但三叔公是这么些年 唯一一个对我好的人 我不死心地问 你没有骗我吧 石方突然笑了 我这个人 虽然不算是什么好人 但是却从来不信于骗人 也称得上一个光明磊落 再者 骗你对我也没有任何好处 石方这话说完 我彻底地信了 对 从刚认识到现在 他一直在我面前 饿得肆无忌惮 而且 他也实在没有骗我的必要 我咬了咬牙 起身对着石方 碰碰碰磕了三个响头 我说 你能救救我吗 我不想死 石方却一脸寡淡地摇了摇头 他说 我没办法 我的使命是斩妖杀鬼 使阴阳邪和 并不想介入个人的因果 抱歉 我浑浑噩噩地 从石方房间里走了出来 阴森森的月色 撒在桌子上 我心下一片悲凉 我活着的时候 别人把我当狗 现在要死了 也没有人在意 我攥紧双全 凭什么 凭什么我这一辈子 都要给人当垫脚石 既然没人救我 那么 我便只能自救 不管付出任何代价 我都要自救 第二天 石方让我们全村的男女老少 都在乱葬岗集合 性命攸关的大事 没有一个人敢耽误 天还不亮 就成群结队地上了山 中途的时候 他看到我 几次欲言又止 我勉强地 朝他扯了扯嘴角 没事 我理解你 反正我这一辈子 过的人不忍鬼不鬼的 早点结束也好 只希望下辈子 能过的幸福点 石方听到我这么说 松了口气 你能想开 自然是最好的 我低眉顺眼的 没再说话 不给人添麻烦 自然是很好的 石方让我们一起挖坑 不管力气出多出少 每个人必须产一棚土 石方解释道 你们吃了他的铜足 又害死了他 怎么算都是你们欠他的 今日一人 为他产一棚养生土 以前的恩恩怨怨 便都一笔勾销了 此后桥归桥 路归路 我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 内心只觉得讽刺 一条人命 在他们眼里产一棚土 便算是抵消了 公正言明 当真是世界上最大的笑话 等把人买好后 众人都松了口气 石方瞥了一眼 还不算完 今天晚上 必须得有一个人守坟 不过 守坟的人 可能会煞气入体 身子有点虚 不过也没有什么大事 众人你看看 我看看你 谁都不愿意 石方说 既然没人愿意 那这个女人 是谁直接害死的 不然 石方的话还没说完 我妈就一把把我推了出来说 让我夹二娃子守 二娃子愿意 石方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你 她刚开口 我就打断了她 我愿意 反正 我现在也没几天好活了 还不如直接来守着 沾一身煞气 也不算便宜了她 石方点了点头 水手对她而言无所谓 只要有人在就好 石方他们刚一走 我就拿着铁锹 刨开了坟 然后用袖子 把棺材上的卸服 擦得干干净净 不大一会儿的功夫 棺材里就传出来 喷喷喷的声音 我狠狠地松了口气 看来是可行的呢 晚上的时候 我回了村 村里的人肚子都鼓鼓的 甚至有的人肚子里 爬出来一条一条的肉肠虫 都还带着血丝丝的吐着信子 到家的时候 我看到了我哥的尸体 还有我妈 她虚弱地向我伸出手来 想让我救她 我却一脚 把她踹到了一旁 既然你不拿我当儿子 我又何必把你当母亲呢 石方脸色惨白地摊在床上 封印蛇女 已经废了她大半的惊奇神 她现在自身都难保 更别说 管村里这些闲事了 石方惊恐地看着我 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在石方跟前坐了下来 为什么 我眸光一闪 自然是 我想活着 我求你救我 但是你不救我 我只能自己动手 放出蛇女了 石方强撑着问我 你想活着 哪怕赔上全村人的性命 也在所不惜 我点点头 他们的命是命 我的命也是命 哪里来的高低贵贱之分 你有你的道 我也有我的处事方式 道歉 石方闭上眼睛 没再说话 任由成千上万的肉虫 爬到了她身上 全村人都走光后 女人帮我处理了玉佩的事 就在我扭头想走的时候 女人叫住了我 她说 你从一开始就知道 我是什么东西吧 女人虽然是在问我 但是神情却满脸的笃定 我知道 满不过 只能乖乖承认 对 听到我的回答后 女人扯了扯嘴角 如此 便就好说了 在你家的时候 你帮过我 我嘱咐你 不要吃任何肉 祝你逃过了一劫 后来 你帮我破了封印 我又帮你解决了 你身上的东西如此 我们也算是两清了 本应该是互不象嵌的事 但是你爹杀我家族 那么多条命的事 你说 应该怎么算 我从一开始 就跟你讲过 我的家族 牙字必报 不死不休